溫度疫情如滾水球般越滾越大 以後新增超過1.6萬例 連4天破萬 其中中重症還增加47例 創新高 根據統計60歲以上 患者已經超過6000人 但目前僅使用828人份口服藥 如果當中有一個落差的話 就是要想辦法把這落差盡量減少 輝瑞口服藥庫存37萬份 僅用600多份 墨沙東5000份 僅用了200多份 專家黃立民就表示 口服藥給藥得經過層層同意 很不容易開 目前急診門診都沒有 住院才會開藥 不管是長者或是高危險的人 已經得新冠肺炎確診了 那他該吃藥 就應該可以拿得到藥 那至於這個藥怎麼給他呢 這個就是政府要去規劃的事情 單日萬例恐怕還只是起點 醫師攀建制 根據邏輯私地函數模型 假設30%人口感染 預估5月26日確診人數 才會到最高點約30萬人 疫情才剛開始 之後會成長得非常快 攀建制提出三大措施 像是高風險病患老人 五天內要快速投藥 來降低死亡率 小學幼兒園改線上教學 給家長有薪假一個月 停止聚餐和餐廳內用 補助業者一個月 陽性率比較高的台北市新北市 基隆以及桃園先開始做 那做這個目的就是希望說 這個指數增加的曲線 可以比較緩和 以免造成醫療過戰 醫師建議現階段中央 針對疫情熱區先加研防疫措施 降低可能帶來的傷亡人數 藉請楊宗彥台北報導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